《云skan》以最纯的形式 你明白什么我说的 这是你的最后赞 我们将军队的同学们 你去吧 你去吧 光严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如果面对校园暴力 你是会选择屈辱隐忍 还是愤然反抗呢 一起来看这部丹麦剧情电影《校园规则》 因为父亲的离世 伊丽的母亲只能带着她 为身嫁给一名餐馆服务生 但崇尚暴力与权威的姬妇 常常会因为伊丽的一点小过失 便对她动手施暴 而姬妇最常用的手段 便是在饭后与伊丽聊一聊 所谓的聊一聊 就是姬妇用鞭子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懂事的伊丽为了自己的母亲 也是为了维系这个脆弱的家庭 每次都会选择无声隐忍 可软弱的母亲唯一能做的 也只有在此刻弹奏起家里的钢琴 激昂的钢琴声与响亮的抽打声同时响起 诉说着母亲的哀伤 也诉说着她对这个家的无能为力 因为家庭的原因 伊丽在学校也习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她时常将自己在家中积压的愤怒 全部发泄在同学身上 一直把同学打到满身鲜血才跟罢休 伊丽如此恶劣的行为 也被校长找来谈话 不过对于校长的历生斥责 叛逆的伊丽显得不屑一顾 尽管有老师以伊丽学习成绩优异为由替她求情 但因为伊丽那恶劣的操琴 校长直言她是邪恶的化身 并最终将其开除 更是扬言不会有任何一所高中会收她入学 离开校长办公室的伊丽第一时间来到泳池 除了暴力 她最爱的运动便是游泳 唯有将身体浸泡在温暖的水中 她才可以将一切烦恼之事抛在脑后 尽管高二便被学校开除 可伊丽终究还是要完成自己的学业 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 更是为了让伊丽逃离这个冰冷的家 母亲找来自己的律师朋友艾可任 让其帮自己拍买了所有珍藏的艺术品 为伊丽凑够了一所私立学校的学费 趁着伊丽母亲招呼工人搬运艺术品 艾可任私下告诉伊丽 她最担心的还是伊丽藏匿的一些脏物 显然对于伊丽的恋行 艾可任也是颇为清楚 离别之际艾可任交给伊丽一张自己的名片 告诉她在遇到困难时联系自己 剪去长发 踏上火车 伊丽来到了母亲为她挑选的学校 校门口各式的豪车 周围学生华丽的衣着 无一不彰显着这所贵族学校的气派 伊丽在学校内见到的第一个人 并是学生会会长石汉 交谈间 石汉显露着贵族的傲慢 在带领伊丽前往宿舍时 她更是趾高气昂地迈着步伐 丝毫不理会身后拿着沉重行李的伊丽 在石汉的带领下 伊丽将行李放进宿舍 并在之后见到了校内体育老师伯格 等到伊丽参观完学校后 石汉向他强调了学校的主旨 团队精神 但那傲慢的语气 让伊丽丝毫看不出半点团队的影子 再次回到宿舍 伊丽见到了自己的室友皮耶 皮耶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他没有半点运动细胞 与他而言 踢足球还不如静静地读完一本书 根据皮耶的介绍 能进入这所学校的人非富即贵 而只要遵守规则 便不会遭惹是非 为了能顺利完成学业 不让母亲失望 伊丽请求皮耶 帮自己补习数学 对此来自商人家庭的皮耶 发挥出自己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本领 可以在课后帮伊丽补习 但这都有相应的价格 不过因为室友的原因 可以半价优惠 可当听到伊丽提起 学生会会长史汉时 皮耶的脸色瞬间变得复杂了起来 那看似和善的史汉 似乎并没有伊丽想象中那么友好 时间已至傍晚 学生们纷纷来到餐厅 伊丽第一次体会到学校内森严的阶级划分 校长带领老师们坐在屋内 身份尊贵的学生可以坐在外侧 而低年级以及出身低贫的学生 只能挤在餐厅的角落内 伊丽的目光被美丽的厨娘玛丽亚所吸引 吃饭间伊丽身旁同学对于他父亲的询问 触痛了伊丽脆弱的内心 他随即回来一句 关你什么事 这句粗鲁的话语被一旁的史汉听到 他不由分说便将那名同学叫出 尽管那同学解释不是自己说的 但史汉还是让手下达伦用残刀刀柄 狠狠地敲在那同学的头上 令伊丽奇怪的是 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情 其他老师与同学却全然没有理会 显然他们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 惩罚完那名同学 史汉得意洋洋地看向伊丽 这是他给伊丽这个心声的一个下马威 不要违背规则 也不要忤逆自己 三后皮耶带着伊丽来到树林里 他拿出了藏在落叶中的香烟 二人放纵之时 伊丽问起 如果不听史汉的话会怎么样 皮耶直接回答 要么罚战 要么禁价 而如果拒绝受罚 那么就必强制退学 但退学是伊丽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 皮耶健壮 也像伊丽教授在这所学校内的生存要诀 那就是甘于平庸 不要出风头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史汉那帮人盯上 可无权无视的学生 就连抽烟也要被罚 为了不被发现 伊丽二人只能抽两口 过一下瘾 便将烟灭掉 并且还要嚼些松叶来去除嘴里的烟味 学校内不仅学生嚣张跋扈 就连老师也是鱼龙混杂 一名老师在上课时 教出伊丽与皮耶二人进行对比 他对伊丽北方人的样貌大为称赞 却对皮耶南方人的外表极为比气 因为好友被老师贬低而愤怒的伊丽出言不逊 而这粗鲁的话语正好被达伦听到 随即让伊丽过来接受惩罚 但个性耿直的伊丽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直接开口拒绝 对于伊丽的忤逆 史汉的目光愈发阴冷 毕竟达伦是他的跟班 打狗也要看主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 史汉将伊丽的同学叫了过来 并用锋利的水晶瓶塞 狠狠地扎在他的头顶 见有学生受伤 一旁的雏娘连忙将她带到一旁 却对绅士显赫的史汉无可奈何 尽管有些不尽人意的小插曲 但校园内的生活仍是充满乐趣 伊丽与皮耶的友谊也逐渐浓厚 不过在闲暇之余 伊丽也没忘记自己游泳的本领 她用令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游泳速度 加入了学校的游泳队 但对于伊丽这种出风头的行为 皮耶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事实证明 她的担忧不无道理 二人的谈话 下一刻便被敲门声打断 为了报复伊丽 史汉让她给自己刷鞋作为惩罚 听取了好友建议的伊丽不愿惹事 拿起身旁皮鞋 表示刷完就还回来 但达伦随即指了指 地上的一堆满是泥泞的球鞋 如此明显的侮辱 让伊丽愤怒不已 她直接丢下皮鞋 转身离开 对于伊丽这种不遵守规则的行为 专心打台球的史汉表示 新来的都会有些棱角 但只要还在学校里 她总有一天能把那些棱角磨平 得知伊丽拒绝擦鞋 皮耶再度劝说她应该乖乖听话 好友的软弱让伊丽十分恼怒 这时皮耶也告诉了伊丽使用暴力的后果 那就是会被直接退学 和伊丽根本不可能屈服 二人最终不欢而散 但毕竟他们是朋友 在夜晚临睡前 怒气已笑的皮耶告诉伊丽 她是自己学校内唯一的朋友 而作为室友 皮耶又何尝不是伊丽唯一的朋友 二人的友谊 随着彼此敞开心扉 而更近了一层 尽管伊丽不愿惹麻烦 但麻烦却总会找上她 下课时与朋友交谈的伊丽 与迎面而来的达伦撞在了一起 这显然是达伦刻意为之 她让伊丽未撞到自己道歉 这时一旁的使汉也随即开口 表示如果伊丽道歉 那么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不过早已决定不屈服的伊丽 自然不会开口道歉 达伦见状 直接约她晚上七点在斗场见 所谓斗场便是学校内的一处铁皮 学生们在铁皮上决斗 这里没有所谓的公平 二打一更是家常便饭 打输的人要爬出铁皮 并被叫做懦夫 而逃避的人 更是会被所有人持笑为老鼠 叶侧很快包裹了校园 听着楼下斗场内喧闹的声音 伊丽完全无心学习 他愤然起身 不顾皮爷的劝阻 拿出外套冲出宿舍 但当看到围在一起的人群时 伊丽却转身回到了楼内 她并非怕了 她只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她不愿再让母亲脸上 露出失望的神情 伊丽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向母亲汇报了自己的平安 并告诉她 自己在学校交到了好朋友 就这样 在楼下众人一声声老鼠的叫喊中 伊丽回到了宿舍 而看到好友放弃暴力 皮爷也会心一笑 她带着伊丽前往抽烟树林 路上他们遇到归来的玛丽亚 看到勇于打破学校规则的伊丽 玛丽亚毫不吝啬地出言赞美 可皮爷随即拦下了准备开口的伊丽 因为和厨房员工说话 也是会被学校开除的 尽管伊丽没有前往斗场 但使汉的报复并没有停止 夜晚学生会的人来查警 说是查警 却是他们折磨低年级生的又一手段 他们将宿舍内所有的东西全丢在地上 随着一声哨响 所有人停止了动作 高大的使汉背着双手 如同一只高傲的攻击 缓缓来到伊丽面前 这无声的凝视 正是她对自己权威的宣告 伊丽优异的游泳成绩 很快吸引了体育老师伯格的主意 她告诉伊丽 要在圣诞节前的全校游泳冠军赛上夺冠 但校内所有人都知道 那冠军赛其实真名叫罗文森北 因为比赛是罗文森的父亲赞助的 所以冠军其实早已内定 可体育老师也说出了自己的无奈 他不愿埋没伊丽这样的天才 因此他劝伊丽要光荣地击败他们 这才是运动的公平 日子一天天过去 晚饭时间 时汉突然宣告 今晚要召开学生会会议 但这所谓的会议 其实是对学校内软弱学生的羞辱 作为史汉眼中的刺头 伊丽自然也被叫了过去 庄严如法庭般的会议室内 伊丽不守规矩的站姿 再度引起史汉的不快 在假日劳动的威胁下 伊丽站直了身体 因为不愿遵守规则给达伦擦鞋 史汉判罚伊丽禁假两周 但随着伊丽拒绝道歉 下不来台的史汉 一次又一次加重了惩罚的力度 最终盼伊丽禁足八周 并再加两周的劳动服务 伊丽的劳动服务很简单 达伦带她来到校园内 让她挖出一个壕沟 跑步训练的体育老师 看到正在挖沟的伊丽 尽管想向她提供帮助 但身份低位的她 最终也只能安慰几句 秋天的丹麦天气多变 不一会儿便下起了大雨 看着伊丽已经挖好的壕沟 达伦惊笑着 让她赶紧趁没人掉进去 把沟填上 面对如此细耍 伊丽的目光逐渐阴狠起来 而当达伦看到伊丽那 缓缓举起的铁锹时 欺软怕硬的她 连忙带着跟班转身逃去 等伊丽将勾填上 已是夜晚 餐厅内只剩下 打扫卫生的厨房人员 不过玛利亚却给她留了一份饭 并告诉伊丽 她伸张正义的模样 很像自己的弟弟 在她的家乡芬兰 是绝对不容许 这种仗势欺人的事情发生的 尽管二人的交谈 很快被其他雏娘打断 但在分别时 他们还是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 虽然只是一场短暂的交谈 和玛利亚那美丽的容颜 还是深深印在伊丽心间 她让好友皮耶 帮自己调查玛利亚的家乡 交谈间皮耶告诉她 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 但身为商人的父亲 绝对不会让她完成这个愿望 而伊丽也说出了自己的梦想 经历过太多痛苦的她 想要成为一名律师 这样她就可以更好地伸张中医 那名为爱情的种子一旦种下 便会以最快的速度生根发芽 从那天起 伊丽便会经常偷偷观察 工作中的玛利亚 因为学校放假 二人也有了更多独处的机会 令伊丽没有想到的是 为她端上晚饭的玛利亚 竟主动提出 今晚在他们抽烟的秘密树林见面 第一次经历约会的伊丽心情忐忑 她不停地抽着烟 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 当看到玛利亚赶来 她又用最快的速度熄灭烟头 她不想给玛利亚留下一个坏印象 夜色与灯光下的玛利亚格外地动人 她一步一步来到伊丽的面前 为了消除自己嘴里的烟味 伊丽再度嚼起了松叶 那可爱的模样让玛利亚忍俊不禁 而心中那名为爱情的火焰也随之生疼 玛利亚拿去粘在伊丽嘴角的松叶 轻轻地吻了上去 抱着自己心爱之人 伊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在伊丽的感染下 皮耶主动尝试起了足球 尽管一场比赛令她筋疲力尽 却也收获了足够的快乐 但在休息室内 皮耶再度告诉伊丽一个不好的消息 今晚是休士之夜 学生会的人会找到挨出风头的学生 狠狠地教育一番 而有了皮耶的提醒 伊丽早早地便用桌子堵住房门 并用书本叠起来 挡住了门把手 不仅如此 她还找到了一根驱棍球棍用来防身 可令伊丽没有想到的是 使汉的手段更加下流 她将一桶夹杂着汇物的脏水 泼进伊丽的宿舍 忍真的难忍的恶臭 伊丽与皮耶一直清理到凌晨两点 才将宿舍打造干净 雅兹必报的伊丽 显然咽不下这口恶气 她提起那桶会物 悄悄潜入了使汉的宿舍 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 她还特意先将台灯插头拔去 然后直接将会物 倒在使汉的脸上 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迅速转身逃离 使汉的惨叫声响出了整栋宿舍 第二天吃饭时 伊丽故意提起空气中的臭味 并挑衅地站在使汉面前 称她为使汉 如此羞辱直接令使汉丧失了理智 她一拳一拳砸在伊丽的脸上 但伊丽却站在原地 不闪不闭 一直到鲜血躺满她的脸颊 忍无可忍之下 玛利亚厉声置之 而听到玛利亚的叫喊 一直默默吃饭的校长走出房间 结束了这场闹剧 回过神来的使汉看着周围的同学 她知道这次是伊丽莹了 因为自己如此失态的表现 已经深深印在了其他人的心中 尽管惹出这么大的风波 但生活还要继续 伊丽与玛利亚的感情也日渐升温 他们经常会在玛利亚宿舍前的石头和游会 明天便是期待已久的游泳冠军赛 伊丽请求玛利亚前来观赛 并承诺一定会拿到冠军 第二天玛利亚如约出现在观众席旁 休息期间 三名游泳队队员找到伊丽 言语间暗示伊丽要输给罗文森 此时伯格也来到休息室内 他赶走了那三名队员 并以自己的名誉向伊丽担保 只要他赢得比赛 那么学校内就没人再敢动他 比赛开始相较于其他选手 那明显倒不能再明显的方水 伊丽使出全力 以超越罗文森一个身位的速度 赢得了比赛 而他不仅拿下了冠军 更是刷新了三届的比赛记录 随着伯格的声音落下 学生观众席中掌声雷动 呼声震天 但与之相对的 另一旁的权贵观众席上 仅有零星掌声 正当伊丽准备退场之时 石汉突然站起身来 一下一下用力拍打着手掌 这显然表明了 他对伊丽的报复并未完结 听着石汉的清脆的掌声 玛利亚脸上逐渐露出担忧的神色 比赛结束后便是圣诞节 享受假期的伊丽终于回到了家 继父仍是对他冷嘲热讽 而相较于伊丽的冠军奖杯 母亲更担忧他脸上的伤疤 每一个孩子都是母亲心中最重要的宝贝 晚饭时 继父看着伊丽的成绩单 嘲讽着他侃侃及格的操行分 尽管伊丽没有出言反驳 但咄咄逼人的继父 还是提出饭后要和他谈一谈 琴声与边声再度响起 惩罚结束后 继父一如既往地 提出与伊丽握手言和 但背后那一道道星红的硬痕 早已成为伊丽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 再次开学 看着身旁一个个 享受父母关心的同学 伊丽觉得自己格外孤独 但他很快在人群中看到玛丽亚的身影 喜悦之余大声呼喊亲爱之人的名字 可玛丽亚只是回头远远地看了他一眼 紧接着便转身跟上自己的同伴 不过伊丽获得的友情并没有编制 他将一张皮耶最爱听的唱片送给了他 而皮耶也因为伊丽想要成为律师的冤枉 送给了他一本厚厚的瑞典法律 似乎是迫于体育老师伯格的压力 史汉并没有再找伊丽的麻烦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报复就此停止 因可能史汉换了种方式 他在晚饭时叫想皮耶的名字 他要惩罚皮耶 但令人惊讶的是 因为受到伊丽的感染 软弱的皮耶竟直接拒绝史汉 代价便是进假三周 可史汉的报复愈演愈烈 皮耶刚刚回到宿舍 达伦便带着学生会成员赶来 他们疯狂折磨着皮耶 丧心病狂的达伦 更是直接在皮耶床上撒尿 好友惨遭羞辱 彻底点燃了伊丽心中的怒火 他告诉伯格自己放弃游泳 因为这里根本不是学校 而是一处可怕的炼狱 而玛利亚也选择断掉与伊丽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不能长久 为了自己也为了伊丽 玛利亚只能忍痛与伊丽告别 史汉也没有停下自己的手段 他将伊丽叫到自己的宿舍中 本以为不外乎遭受一场羞辱的伊丽 来到史汉的宿舍才惊讶地发现 皮耶竟脱光衣服 站在他面前 看着即将将烟头 安在皮耶身上的达伦 伊丽再也无法忍耐 他扯开自己的伊丽 怒声让达伦在自己身上吸烟 尽管惊吓于伊丽那凶狠的气势 但下不来台的达伦 最终还是心中一横 用力将烟头 按在了伊丽的身上 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软弱的皮耶这次真的生气了 他不顾伊丽的劝阻 执意前往斗产 看着细耍自己的史汉 皮耶勇敢地朝他挥出拳头 尽管之后被揍得倒地不起 尽管之后被揍得口吐鲜血 但这次皮耶没有屈服 他做到了 他不再软弱 他敢于向压迫自己的人反抗 他彻底告别了从前的自己 虽然皮耶已经重伤不起 但史汉的报复还未停止 他再度将目标放回到伊丽身上 达伦让伊丽去草地上 向四个脚装 晚上史汉派伊丽的同学 将他骗出宿舍 接着便带领学生会成员 一拥而上 将伊丽牢牢地绑在 他自己乡的脚装上 并强迫伊丽的朋友们 将热水泼在他的身上 滚烫的热水 令伊丽不由自主地发出残叫 但残忍的史汉 此时又端起一桶冷水 用力泼在伊丽的身上 物理会同伴 那伊丽可能会遭遇危险的话语 史汉带着众人转身离开 夜晚的温度迅速下降 伊丽的脸上很快便结出点点白霜 恍惚之间 他看到玛利亚那张美丽的面孔 一时间 伊丽分辨不出那是现实还是梦境 他只觉得此刻的玛利亚 就如同前来拯救她的天使 带她离开这冰冷的人间 好在那并不是幻觉 玛利亚将伊丽带到自己的房间内 为了温暖她的身体 玛利亚摘下发甲 轻轻躺在伊丽的身旁 如此宁静的夜晚 如此暧昧的气氛 如此火热的鼻息 跟随着玛利亚的引导 爱的动作是那样的自然 伊丽的心中还是挂念着自己的好友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迅速赶回了宿舍 可皮耶的床上已经空无一人 唯有一张告别的信件留在伊丽的床头 皮耶走了 尽管她已不再胆怯 但只要在学校里 就没人能躲避石汗的魔爪 她只能离开 但她却将自己最爱的唱片留给了伊丽 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挚友 皮耶的离去令伊丽悲痛万分 她倒在床上泣不成声 但这也彻底点燃了伊丽的怒火 她找到达伦主动提出决斗 达伦作为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自然不可能是伊丽的对手 刚刚一个照面 伊丽便将达伦与她的跟班击倒 并在圣怒之下举起拳头 打断了达伦的鼻子 倒在地上的二人显然无法平息伊丽的怒火 她转身抬手 直指一旁的石汗 凶狠的眼神似乎在告诉对方 下一个便是你 解决完达伦二人 伊丽再次来到玛丽亚的宿舍楼下 这一次她鼓起勇气 向出来倒垃圾的厨娘 询问玛丽亚的下落 但对方却告诉她 玛丽亚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开除 好友与爱人的相继离去 令伊丽再也无心学习 今天她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芬兰的来信 回到宿舍的伊丽还没来得及仔细阅读 使汉便带着跟班找了上来 那分发信件的学生也是学生会的一员 经过一通翻找 跟班将那封信交给了使汉 这封来自芬兰的信件 正是由玛丽亚写下 原来经过那一夜的缠绵 玛丽亚已经怀有他们二人爱情的结晶 而她也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因为掌握了伊丽的把柄 使汉第一时间便将信交给了校长 伊丽也再次来到校长办公室 因为违反校规 校长决定在明天下午将伊丽开除 可当伊丽向校长索要玛丽亚的信时 校长却将其放进了抽屉里 并劝告她忘记这条感情 尽管一再隐忍 但最终还是要面临开除的下长 伤心的伊丽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她本想告诉母亲这件事 可当听到熟悉的声音时 吸着母亲阴气的期盼 让伊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终究还是让母亲失望了 既然要离开学校 那就了结自己的仇恨 第二天清晨伊丽找到了独自一人在林中骑马的史汉 此时林中仅有他们二人 而且距离学校很远 史汉根本无法逃回学校 看着手持粗壮树枝的伊丽 史汉抛弃了自己的骄傲的自尊 并以名誉担保送给伊丽一万块钱 但史汉的名誉在伊丽心中早已不知一提 无言与其废话的伊丽 让史汉交出可以证明她身份的戒指 并告诉她等处决掉史汉性命后 会将她的牙齿 衣物全部烧毁 这样就没人知道发生过什么 被死亡笼罩的史汉再也忍不住 因为恐惧开始疯狂地呕吐起来 而看着在自己面前颜面近视的史汉 伊丽也丢掉了树枝 她当然不可能真的解决史汉 她只是为了给她一个教训 让她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多么低微 伊丽等她受到了压迫 也会愤然反抗 甚至以命相搏 教训完史汉 伊丽回到宿舍收拾好东西 她颓然地躺在床上 她真的不想走 她真的不想回到那个冰冷的家 她真的不想再看到 母亲的失望的眼神 就在这时 伊丽无意间看到皮耶 送给自己的法典 她猛然醒悟 自己并非已知绝境 她还有帮手 她还能反击 此时的校长办公室 所有员工正去办这酒会 正当校长演讲之时 伊丽推门闯入 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伊丽 校长让她尽快离开 可伊丽却直接了当地告诉校长 她没收自己的信件 并是侵犯自己的一次权 与此同时 伊丽的救星赶了过来 只见律师艾肯仁叼着雪茄 手拿报纸来到二人面前 她告诉校长 自己已经联系了记者朋友 而她也很乐意为这所学校 写一篇报道 并着重讲述校长违法的时机 听着艾肯仁的话语 站在后方的老师忍不住了 她上前质问校长 在多方微压之下 校长终于妥协 她还给了伊丽信件 并撤回了开除伊丽的决定 这一次伊丽也终于明白 原来反抗并不只有暴力这一种方式 法律才是伸张正义最好的道路 尽管遇到许多波折 但伊丽最终还是顺利毕业 在回去的路上 伊丽将衣服上的校规撕去 拉下车窗丢在路上 她并不想保留这一段 给她留下太多痛苦的回忆 回到家中 伊丽骄傲地将毕业证书 放在母亲面前 和母亲脸上的清晰的余青 再度刺激到她的神经 晚饭上伊丽一言不发 双眼寒怒盯着姬夫 但当听到姬夫出言侮辱玛利亚时 伊丽还是忍不住开口反驳 告诉姬夫她与玛利亚一样 只是一个餐厅服务生 伊丽的话语让姬夫勃然大怒 她觉得自己的可笑的自尊心 受到了侮辱 姬夫直接站起身来 想要再度和伊丽谈一谈 但这次伊丽没有选择迎人 她推开前来劝阻的母亲 直接告诉姬夫 她即将迎来的悲惨下场 但姬夫不敢报警 因为她一旦报警 伊丽便会将这几年 她的所作所为全部说出来 伊丽的话语令姬夫眼中露出恐惧的目光 紧接着伊丽向母亲承诺 这是最后一次 说爸关上了房门 这是他最后一次动手 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姬夫谈一谈 更是他最后一次维系这个家庭 处理完家中事务 伊丽找到了自己的知友皮耶 此时的皮耶遵照父亲的安排 即将前往日内瓦年书 尽管她想当一名作家 但她还是无法违背父亲的意愿 伊丽已经迈出了实现理想的第一步 她要去法律事务所做暑假工 皮耶的时间极为宝贵 二人的交谈也异常短暂 尽管心中不舍 他们还是在握手后各自分别 看着皮耶那豪华的汽车 伊丽骑上自己破旧的单车 他们二人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一旦有了梦想 一旦付出了努力 那么终有一天 那颗名为梦想的大树 便会结出成功的果实 全篇完 《校园规则》改编自同名小说 于2003年在丹麦上映 本篇深刻探导了家庭暴力 校园暴力 早恋等许多极为现实的社会话题 但导演并没有用通篇的大道理来批判这些 而是以伊丽这个问题少年的视角 带我们去了解这些影人关注的问题 作为本篇的主人公 伊丽之所以行为暴力 皆是因为受到家庭的感染 因为继父只会利用殴打来捍卫自己的权威 让伊丽也将暴力当作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但母亲永远是她心中最圣洁的地方 为了母亲 她可以放弃自己信任的拳头 但不使用暴力并不代表妥协 面对史汉等人的欺凌 伊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击 最终她也明白了伸张正义的最好方式 那便是公平公正的法律 而对于明知道结果的罗文森北 伊丽也勇于去打破那人尽皆知的规则 而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最难能可贵的勇敢 在如今的大环境下 人人自危 人人自保 早已成为社会的主流 对于那些所谓的内定 尽管大家心中都会感觉不爽 但却都无可奈何 明明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却都因为没有所谓的关系 最终被埋没 以至于泯然众人 希望看过这部电影的你 以后在面对恶势离失 不要低头 不要妥协 要使用法律的武器 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因为你退一步 别人会更进一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看完这个电影 也有所感触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 讲讲你看过或者听过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